沒有大規模這個欺詐的一個可能性 那剛才呢就是 我知道這個新聞發布會之後呢 我還在想說他們能說什麼 他們能說什麼 現在我就跟大家說結論 這個結論呢 這是一個核爆級的新聞發布會 核爆級的 他很可能會成為整個這次選舉爭議的 或者叫選舉征戰的一個分水嶺 我都等不了我的團隊來一起跟我來說了 本來是下午五點鐘的節目 我要說慢一點 我也得稍微保護一下我的嗓子 我的嗓子在恢復中啊 那但是呢我希望把這個事情跟大家說清楚 和大量的人工的這個手工作票的關係是什麼 剛才在90分鐘 100分鐘的這個新聞發布會中完全就說了一遍 因為是100分鐘嘛 所以量非常的大 所以我盡量的給大家說清楚 但是呢 我跟大家說 剛才的這90分鐘的新聞發布會 我們講兩整天 講三整天都不為過 他的分量就這麼重 好閒話少說 我給大家說一下這個 新聞發布會的大概的內容 我不是每一句的翻了 我希望做的就是用白話給大家說清楚 到底這個剛才發生了什麼 那麼這是9點11分啊 這是美西的時間9點11分 美東的時間12點11分 川普的律師團隊由這個朱利安尼這個律師前市長 帶隊的川普的叫做他其實真的是他的精英最精英的律師團隊啊 那麼做了這麼一個新聞發布會 那麼時間是時間是 將近100分鐘 那首先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利安尼 他說基本上我們都知道在選舉業呢川普是遙遙領先 光在這個 賓夕法尼亞一個地方他就領先70萬到80萬票 稅了一夜過來 那麼 所有的領先都沒有了川普輸掉了 那麼在統計學家他說在我們有很多的統計學的證據 都說這個不可能 那麼他說我們就不說統計學了 就算他們這個 他們說的不算數我們來看一看到底什麼算數 在過去的這麼兩週之內呢很多他說很多 我們的調查的工作 很多美國勇敢的愛國者啊 愛國的美國人 這個證人他們走出來 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些選舉的欺詐不是在一個州 不是在一個地方 它是在很多的州 而且同樣的行為發生 Same pattern 一模一樣的行為發生 所以呢 自然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中央控制的一個 一個欺詐指揮部 那麼首先是中央控制 因為在各州呈現的 他的行為模式 是一模一樣 中央控制 然後中央計劃 然後各地統一執行 而執行的地方呢 主要是大城市 更準確的說 民主黨所控制的大城市 再準確一點說是 有長期 腐敗 作票 歷史的 民主黨控制的大城市 那麼其中一個大城市呢 就是賓州的 費城 他說費城的作票的證據 他說我可以裝滿 一座圖書館 多到這麼 多到這個程度 那麼呢 對於賓州來說 了解賓州的 了解這個費城的人來說 這個 你能在那得到的驚奇是什麼 不是他作票 而是他不作票 在過去60年內 費城就不斷的去作票 做這個選票的欺詐 那麼另外一個大城市呢 就是民主黨控制的 底特律 密執安的 密歇根的底特律 底特律市 那麼在這些地方 在這些民主黨控制的大城市 選舉理事會 選舉理事會是民主黨控制的 警察是民主黨控制的 當地的法官是民主黨 是民主黨的朋友 總而言之吧就是一群 非常非常荒唐的 這麼一個 情形 在賓州 現在的所謂的統計數據說 川普是 這個落後或者拜登 領先了69,140票 但是呢 光這麼一項 在整個賓夕法尼亞有 68萬到70萬張票 沒有被檢查 這全都是叫做宣誓 是作證的證人 所指出來的 那麼很早啊在這個二三十年前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 和這個以前的這個布什 這個布什的國務卿 布什的國務卿 James Baker 應該是里根的國務卿 叫詹姆斯貝克 他就說過了 這個 選票 郵寄選票 是非常容易作假的 那麼後來呢 最高法院的一個大法官也說過 郵寄選票 是非常容易作假的 然後美國的這個 這個 媒體吧 我們不叫主流媒體 叫末流媒體 美國的末流媒體 這個紐約時報 也 認認真真報導過 郵寄選票有多危險 對這個國家的選舉 那朱利安尼市長說 他說很不幸 他們都成了預言家 他們說的全都說準 這是美國第1次 出現大規模的 這個選舉 選票作弊 那麼他說拜登的團隊 拜登的團隊就像在拜登在選舉前 幾天他所說的 他建成了一個 美國歷史上 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 欺詐團隊 一個作假團隊 那麼呢 他說他的團隊呢 確實幹的 挺厲害的 但是不夠好 還是被逮著了 他說被我們逮著了 那麼這裡頭呢有很多的這個證據 其中一個呢 就是在數票的時候 把這個檢票員 監票員趕走 那麼他說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做選舉 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這個非洲的 坦桑尼 他都知道郵寄選票 這個郵寄選票 和這個點票的時候 要有監票員在那裡 那麼對於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得在 在場檢查 那朱利安尼就舉例子嘛 就是一個是郵寄選票 信封拿出來 填填號 簽上 簽上字之後 裡頭還有一個信封 這個信封呢你把它塞進去 然後把它寄出去就完了 就這樣的信封 人家在家裡自己弄的 他上面不知道寫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是一條貓 一條狗還是一隻貓在那寫東西 那舉例子 開玩笑 最後寄到之後 如果數票的時候 沒有 任何人 在那裡監票的話 什麼結果都會出來 光在賓州一地 68萬這樣的票 68萬2000這樣的票 完全沒有 被檢查過 賓州呢 同樣的事情在兩個地方發生 那麼一個呢就是 費城 那在另外一個地方呢 就是 同樣的 州 同樣的法律 那麼在費城呢就可以完全 沒有監票 而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 共和黨所 所執政的地方 那就有嚴格的監票 同樣一個州 這在法 這在憲法上就是違反了憲法的叫做 相同權利 Equal protection 相同權利的這個違反了憲法 這個基本的原則 那朱利安尼接著說 他說在費城 和在賓州的兩個大城市 一個是費城 一個是匹斯堡 那麼 在賓州其他的地方 這個紅色的地方 這個共和黨執政的地方 那麼呢 他說他舉了個例子 他舉了他一個朋友的名字 真名他都說出來了 他就填選票 的時候他也做有機選票 結果填錯一個東西 填錯了之後呢 那沒什麼好說的 根據法律規定 你既然填錯了 你的票就作廢 但是在民主黨所主政的地方 你填錯了 他們不厭其煩的回去找你 你填錯了 把他改好 你把他改好 那麼所有這些東西呢 都是為了 吹高 拜登的選票 而所有給他這個 讓他擬補 重新改好 這些 這些舉動 都是違反賓州的法律的 賓州的選 選舉法的 賓州的選舉法是不能這麼做的 你既然選錯了 那麼你就丟失了你的機會 你不可以跑回去 再見